二战期间,曾掀起过一场军犬大战日本出动狼狗部队,凶猛的狼青犬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幸好关键时刻,我国警犬学鼻祖董汉良挺身而出,他巧用板凳犬在战场上把日本狼青犬杀得丢盔器甲,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董汉良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被称为警犬学鼻祖?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早在公元前4600年,人们就已经利用犬类警戒,狩猎以及进攻敌人了 唐代通典中提到,孔敌夜间成城而上,至警犬于城上这里也发挥出了犬类的哨兵作用 公元12世纪,法国开始用犬类从事治安工作 当时有个称号叫做船务警犬,他在之后600多年时间里大放异彩 15世纪,英国也开始带犬巡逻 与之相比,德国使用警犬的时间比较短 19世纪末才正式宣布投入使用 与英法不同,德国警察一开始携带的大多是小型宠物犬 不少人质疑他们能否发挥出警犬的作用 直到1902年,德国施维尔姆斯市政府发生火灾 大量群众聚集,影响了消防救火 一只名叫凯撒的警犬才为同伴正名 彼时,凯撒朝人群发出怒吼,吓得群众四散而逃 警察局方面进一步见识到了带警犬的好处 进一步设立了警犬事务管理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警犬出现的时间虽较晚 可德国在训犬方面颇有经验,各国多有借鉴 北洋政府麾下青岛警察局就曾雇佣德国训犬师 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警犬训练班、警犬学校 培养了不少警犬方面的人才 恰逢战场上日本狼轻犬肆虐 国民政府特意邀请了这方面的专家董汉良出山 董汉良可谓其人,他出身贫苦 因为凑不起学费,差点早早辍学 后来还是在相亲和姐夫的资助下 才一路读到上海美专 并且在老师王仔鱼的帮助下 进入北京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学习 又出国留学深造 老师推荐他去这个专业学习不是没道理的 他自小就与狗有缘 小时候家里养狗 他时常与之息息 甚至能做到同时同情 因为擅长学狗教 出门的时候身后往往跟着一大串狗 被当地小儿戏称为狗状元 长大之后 董汉良对犬类仍旧很有兴趣 他先去日本留学 紧接着又一路辗转来到德国 在警犬学校生耕了多年 他学成后先原路返回的日本 日本警犬学校希望他能留校任职 被他断然拒绝了 他只想要回国报校 然而 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警犬学的重要性 以及这位东方警犬学家的韩金亮 以至于董汉良在家乡 闲居了相当一段时间 直到北伐战争前后 他的异常才华才有了用武之地 被聘请为浙江省警官学校警犬教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 日本狼犬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猖獗 国民政府想要以犬治犬 有时之事当即表示 快请董汉良来 日本狼轻犬的由来 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 他的前身是柴犬和北海盗犬 也有人说 他是由德国牧羊犬培育而来 不过 不管他来历如何 有一点是公认的 那就是凶悍 其肌肉骨骼发达 抗击打能力强 而且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进攻过程中半步不退 誓死战斗到底 且有很强逆反性 稍有不慎 就会误伤主人 清华战争期间 日本人将狼轻犬带了过来 并且用了一些极其残忍的方式 对其进行培训 比如说 把饥饿的狼轻犬 和我们的同胞关在一起 再譬如说 给他们穿上我国士兵的衣服 以此来训练他们的指向性攻击性 狼轻犬投入战场后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一则狼轻犬可以帮助日本人扫荡山林 有时候 我军辛辛苦苦布置的埋伏 轻易就被狼轻给破坏了 二则狼轻擅长用气味追击 国民党就有多支部队 因此被追上 全军覆没 关键时刻 国民政府只能请董汉良出来想想办法 董汉良接过重担 当即去多地走访 可是始终都没看到能克制狼轻犬的本土犬类 就在山崇水腹之际 董汉良灵光乍现 想起了家乡的板凳犬 当即一拍大腿道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听名字就知道 板凳犬个头不高 他怎么打得过高大凶猛的日本狼轻犬 当时也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 可是在亲眼看到董汉良是如何训练板凳犬的之后 大家都服气了 原本就比较凶悍好斗的板凳犬 在董汉良的训练下 更是杀气凛然令众人一看就为之胆寒 战场上见真章 只见板凳犬和狼轻犬 在战场上相逢后 还不带狼轻犬反应过来 板凳犬就窜到了他们身下 然后狠狠朝着他们的咽喉咬去 狼轻哪遇到过这种对手 一时反应不及就被咬死了一大片 日本人没办法 只能紧急给狼轻犬加了个铁围帛 可咬不了咽喉 板凳犬还可以咬狼轻犬的其他部位 总不能给狼轻犬全身都披上护甲吧 那样直接就走不动到了 最终日本人只能幸幸把狼轻犬撤了下去 一直到大战结束 日本狼狗部队都没能再发挥出什么作用 反倒是日军投降后 我国缴获了不少狼轻犬 该如何处理这些狼轻犬成为一大难题 一开始 我们还试图将这些狼轻犬驯服 可事实证明 想扭转这些成犬的认知不大容易 不过 狼轻犬并没有在我国销声匿迹 恰恰相反 这类犬甚至还扩散了 狼轻犬在我国安徽 山东 以及一些北方省份 均有分布 由于增加了中华田园犬的血统 再加上多个品种长期混杂 目前已经难以追溯源头了 甚至一眼望去 很容易和土狗弄混 目前 我国比较知名的昆明犬狼轻品系 昆明犬继承了狼轻犬的优点 肌肉骨骼强壮 工作能力比较强 而且 工作能力远比之前的狼轻犬全面 容易在兴奋和意志之间达成平衡 是比较优异的工作犬 毛色主要以狼青色 草黄色 以及黑背为主 易于分辨 当然 狼轻犬虽然分布的比较广 也有个别品种 被驯化的比较好 可它在我国民间 其实是不大受欢迎的 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 狼轻犬过于凶悍 难以驯服 稍有不胜回物伤 不符合安全考量 第二 狼轻犬精力旺盛 食量很大 而且消耗得很快 寻常人也不好养 第三 狼轻犬是运动犬 运动量大 不宜长期观起来 城中没运动条件 第四 法律上也不允许 很多地方狼轻犬是禁养犬 养它还得先查一查 综上所述 养狼轻犬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 难以广泛饲养 也在情理之中 而属于董汉良的故事 到这里也没有结束 抗战结束后 董汉良又回到警校 继续开展教学 培训犬类 由于它比较低调 关于它的故事 其实很多都没听过 直到电影《警魂歌》上映 大家才广泛知晓了 它的传奇经历 原来 剧组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需要招募警犬 可是找来找去都不合适 那些外国羊犬 看起来威猛霸气 可是服从形象 还是低了一筹 有人听说了 董汉良版邓犬 大破狼青犬的故事 就去向他求助 董汉良也爽快答应了 事实证明 董汉良培训出来的警犬 的确更完美 电影播出后轰动各界 董汉良中国警犬学鼻祖的称号 也全面传开了 不过 董汉良对名语力都不甚关心 他唯一感兴趣的 还是训犬 在警犬做军犬 或者说培训军犬这方面 日本是比较失败的 因为他们不仅自己恶事作劲 还连带着日本狼青犬 坏了名声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养狼青犬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毕竟谁又愿意跟日寇扯上关系 真正的军犬 应该是英雄 比如荣获动物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朱迪 而不是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 朱迪出生于中国 在他的主人被日寇残忍杀害后 他四处流浪 最终被一名在军舰上服役的英国士兵收留 慢慢被培养成了军犬 某次任务过程中 朱迪突然朝着一个方向嚎叫 舰上士兵当即便做好了战斗准备 果然 不久后 那个方向就飞来了日本轰炸机群 英军由于事先有了准备 成功击落了几架战机 可惜对方火力太猛 朱迪以及一些船员还是流落荒岛 在关键时刻 是朱迪为他们找到了水源 拯救了他们的生命 无独有偶 后来去另一艘军舰上服役的朱迪 又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军舰被日军俘虏 英国士兵也成了战俘 在战俘营里他们遭到了苛刻对待 是朱迪一直守着他们 帮他们驱赶蝎子毒蛇和猛兽 众人才得以保全 战俘们转移的时候 想要带走朱迪 可是残忍的日本人却不允许 甚至还判了他死刑 幸而一位英国人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藏进了行李袋 偷偷带了出来 这才保住了朱迪的性命 最终朱迪在1950年离世 朱迪离世了 可是属于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主人威廉斯 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永世二字 而朱迪的故事也被传播到全球 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这才是真正的军权 他不以凶残暴虐著称 而是以守护和拯救文明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 比如说奇普斯 也是很有名的军权英雄 实际上 无论是警犬还是军权 犬类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靠的从来都不是凶悍 19世纪 英国为何大规模配备警犬 不是因为警犬凶猛 而是因为一名英国警察巡逻时 他带的拉布拉多犬 救了一名快被淹死的妇女 法国人使用了600多年的传武警犬 后来为什么弃之不用了 不是因为法国警犬不在凶悍 而是因为缺乏训练 警犬勿将回来晚了的水兵 当成步伐之人 直接咬死了 通过这两个势力 我们就能看出 凶不凶 其实不是关键 通人性 能够帮助人类 才是最重要的 而日本人在这方面 无疑走上的企图 手段如此酷烈 泯灭人性 最终又能有什么好下场 希望大家都能以此为戒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坚守底线 保持理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